14日還沒報導 一名40多歲女星在離泰院自家門口 招小10歲的老公遲到攻擊 當天早上8點 該名女子的老公買完凶器後 便在女方家門口潛伏 見她出門便衝上去狂刺 造成女方頸部有多處受傷 新收後男方甚至企圖輕生 俗信女方頸急送往醫院抢救後 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而該名男子最後也被警方 以謀殺未遂罪名逮捕 報導中更指出 該名女性和老公最近正在分居狀態 沒想到差一點就發生了憾事 案發當時小孩甚至在現場 消息一出瞬間引起網友熱議 也讓40多歲女演員的關鍵字 佔據南韓各大搜尋網站 不少人根據報導中所指 40幾歲知名女星 男方30多歲等內容 猜測被害者以為崔智友 不過案發當時崔智友本人 有在IG現實動態 曬出受到花束與禮物的照片 而且他所居住的豪宅並非離泰院 疑似也證明受害者並不是他 另外韓網上也傳出真正的受害者 因是身兼模特兒的張姓女演員 導演出雲的作為 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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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無故 無故 感谢观看